梅花表妹请注意 秋分时节 灵书要回老家 请安排旅社 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我在其他同志的监听记录上 也看到过这段话 敌特分子很有可能在近期内 潜回灵通地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希望潜伏在大陆的敌特分子 出来配合他们的行动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指向啊 没有 周局长 省厅那边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的意思是 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一段话 小丁啊 你的工作做得很细致 要继续努力 谢谢周局长夸奖 那我先走了 小丁啊 小丁啊 那我走了啊 好 走 老三啊 好 来吧 今天把你们侦察科的同志 叫来咱们开个会 在开会之前呢 我公布一份情报 我们已经发现 有特务从台湾潜回灵通了 而且台湾方向不断地发出呼叫 要灵通地潜伏特务 跟他们联系 老桑 形势严峻哪 所以我跟柳政委商量决定 要立即成立专案组 我任组长 桑义舟同志任副组长 咱们在座的 每一位都是专案组的成员 我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侦察 抓捕 从台湾派遣过来的特务 把他们一网打尽 对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老王 你负责侦察工作 是 下面咱们就具体地谈一下 抓捕的行动计划 小条 怎么了 谁惹你了 跟丧务局长吵架了 佩怡 你罪公正了 你给平民这个礼 他三亿周连跟我商量 都不太商量的 现在让周局长 把我再调回总务科 那他怎么解释的 什么怎么解释 他说他怕我在侦察科 工作危险 有他这么办事的吗 依我看哪 他这真的很关心你 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再说你一个女同志 干侦察工作的确不合适 成天打打杀杀的 多危险啊 征服世界是男人的爱好 聪明的女人 要通过征服男人 来征服世界 我觉得你们家这老桑啊 挺会疼人的 是个好男人 得了吧 他这么做就是自私自利 女人哪 需要有人爱 还要有人疼 我就没有你命好 没人爱 也没人疼的 喂 周局长吗 乔月同志吗 我是周春妮 我早就在这儿等你的电话了 怎么样 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情况不错 老魏的工作很细致 他现在已经开始接近贾散了 估计他们两个很快就会搭成关系的 好 带我问候一下老魏头 告诉他 再加一把劲 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啊 好 我一定会转达 还有一件事情 根据可靠情报 这次险附近你们灵通的那个特务 就是原国民党二十八军 情报二处处长 秘书 他已经接到香港 前回进去独立立了 你们一定要打起百倍的精神 务必要把这场仗打好 打赢 我保证完成任务 再见 省厅指示我们要把工作抓紧 敏书这次回来肯定会有大动作 让我们保持跟省厅的联系 好 老魏 乔月同志还问您好呢 谢谢 敏书是我们的老对手 并且他对灵通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 我研究过这段时间局里的提审记录 我发现 漏网的潜伏特务里 有从前的土匪混天龙 我想敏书到来之后 肯定会首先和这个人会合 所以我们要加紧对混天龙的搜捕 混天龙在解放前是由贾桑负责收变的 听说卸甲归田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 那我们就再派人到混天龙的老魏去看看吧 敏书的到来 肯定会让贾桑从幕后走到台前 我们也应该想想办法 让他尽早地出来表演 上次我和老周对贾桑进行了一次试探 开会的时候 老周在发言 我一直在观察贾桑的动作 从他犹疑不定的眼神中 我已经察觉出 他该是为他主子效劳的时候了 我觉得老魏说得对 咱们就是要逼着他早点从幕后 走到台前面来 明天咱们再召开一次全局干部会 公布敏书到凌通来的消息 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我会密切注视他的行踪 只要他有风吹草动 我也会伺机而动 那既然如此 我有个建议 能不能让方小田同志 也参加这次会议 刺激一下贾桑的主官能动行 老周 你能不能暂时不要把小田 调回总部课呢 好 丁北怡 今天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在这个波段上 有一个声音很奇怪 可惜我一个晚上都没有补出道 你一会儿再试试 看有什么新情况 我的记录都写在上面了 你可以看一下 好的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慢点 再见 您好 小薛她下班了 明早再打吧 再见 水生 下班了 你下班了 我看那个局长办公室灯还亮着 领导们还在开会啊 周局长跟柳政伟开完会了 那个三副局长没参加啊 没有 就他们俩 看来这当领导的 比我们这些小兵还要辛苦 那行 你先忙吧啊 再见 再见 睡啊 你再来我 你先忙呀 那边 这是敏术的来信 谁是送信的邮差 他怎么能将信 投进自己办公桌的呢 贾桑第一次 尝到了恐惧的滋味 这封八字短信 将他死死地盯在了 敏术当年的座椅上 桑目警长 马上到会室开会 为什么不报告 对不起 报告 报告 我知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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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召开全局的干部会议 就是要通报一些情况 目前敌特分子 趁着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 都纷纷出笼了 我们从破译的台湾电台呼叫中获悉 原国民党 警备司令部情报二处的处长敏树 已经潜回到灵通了 他这次回来不是一个人 他是来联络潜伏在灵通地区的 国民党特务 和这个地区的一些残余的反东势力 他们想死灰复燃 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尤其是要警惕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 我们要把他们挖出来 要把他们干净彻底地消灭掉 让他们来吧 越多越好啊 我们现在正没事干呢 是不是啊 对 对 我们一定得给这些敌特分子 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们尝尝 无产阶级专政铁钱的滋味 我们现在就请柳政伟 给大家具体地谈一谈 国内外的形势 你们家那个最近好像不开心 你们交流过吗 绑理他 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开心 还有什么好问的 肯定是看我没离开侦扎科 心里不舒服 只考虑他自己 一点都不为别人考虑 你呀 还是应该问问他 女人哪 不能太相识了 适当示弱 是爱的表现 老桑 你是不是因为我不肯回总科工作 所以不高兴了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只不过 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呀 我知道 你能理解我 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那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呀 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啊 其实我工作一直以来都很顺心 而且呢 最近表面看起来也挺风光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心里边就是有一点闷 总有些话 不知道对谁说 你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父母呢 死得也早 以前的一些朋友 一些知己 死的死 散的散 都没有了 我倒不是说现在我没有朋友 只不过有些心里话 还是不愿意跟别人说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有好多话呢 有好多话呢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如果我还有后半生的话 我就是想跟你共度余生 你还记得在省厅开会的时候 你给我回的那封信吗 屁信吗 我手输得我 似义 不 地输 你见过吗 把素晓 看到信以后就是高兴 可是 又不知道怎么地 就是觉得 你总是在逃避我 躲着我 你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我答应你 什么 你答应我 你真的答应我 我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 高兴 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对了 你干吗呢 这是一枚军工章 我最喜欢的 别人都给喜欢的人 都有信物 戒指 我没有 我把它给你 只可惜 它不是戒指 这是最宝贵的定情信物了 你戒指强多了 谢谢你 老桑 虽然 我不能给你 大福大贵 但是我想 我用我的生命 我 我会用我剩下的时间 我去热爱你 强吧 你高兴的 高兴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好 你说 你肯定答应啊 我肯定会答应的 你说吧 你千万别把我调回总科 最起码在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亲手抓住民宿 给我哥哥 还有好多战友报仇 等事情办完以后 我好好当你妻子 好 我答应你 一百个答应 你 成功的喜悦是短暂而乏力的 贾桑没想到 连自己的求婚 都和敏术发生着关系 必须做些事情了 是 小瓜 桑副局长 收拾呢 是啊 桑副局长 老魏 有事 这火都熄了 是 正收拾呢 那没事了 你忙吧 别别别 桑副局长 是不是还没吃饭 我马上给你考量 别别别别别 别忙活了 现生活太麻烦 我随便对付一口 别别别 桑副局长 你这就看不起我老胃头了 我这大火大灶的 烧起来很快 况且 这菜都是现成的 何必出去花那个钱呢 来 小瓜 来 赶紧把火生起来 好嘞 也好 来 我帮你生火 不用麻烦你了 桑副局长 咋啦 桑副局长 嫌我生得不好是不是 哪能让你动手的 你先坐着等会儿 马上就好 好 走 倒上 小瓜喝酒不行 桑副局长 咱俩干 好 老魏 照你这个合法 谁喝酒都不行啊 高兴 没错 今儿个我也出了棋子高兴 平时我也很少喝酒 这今天啊 我都能把那酒喝出甜味来 干了 干 来 能跟你桑副局长一起喝酒 是我一生的荣幸 老魏 咱不能这么说话 咱们俩的分工虽然不同 但是我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 对不对 别别 我哪能跟你桑副局长比呀 不过说实话 整个公安局里 就你桑副局长把我这个臭八怪当人侃 就凭这一点我发誓 对 我发誓 只要你桑副局长用得着 好 我一定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 不能这么说话 都是为革命工作吧 来 喝 喝 走了 老魏 不用了 这酒啊 他还是好东西 但是喝多了 他也伤身 你也早点休息 好 那我不送你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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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局长 这是我的申请 太好了 你终于落实到行动上了啊 我跟方小田同志经过慎重的商量 我们决定向组织上提出我们的结婚申请 我正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 行 你放心 我会转交给组织的 好 麻烦你了 周局长 别客气 那我走了 柳政委 我刚刚提交了我和方小田同志的结婚申请 恭喜你啊 组织上还没批准呢 不要着急嘛 是啊 那我先去工作了 好 老卓 好消息 昨天晚上 他从老魏叔发现的死信箱里取走了指令 看来这个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可你看这个 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这方小田夹在中间这太危险了 我想把方小田从这封口浪尖上先吊了一段时间 如果这样的话会打草惊蛇的 他想让方小田调到总务科去 我觉得他不会有意见的 这样吧 还是跟乔悦同志联系一下吧 喂 乔悦同志吗 我是 我是周春妮 周局长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 贾桑刚才递交了他和方小田的结婚申请 您看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跟刘政委商量以后 我们决定先稳住他 把方小田调到总务科去 你们还可以以一个副局级干部结婚 需要对结婚对象进行正审为由 托他一下 那太好了 还是首长有高招啊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但是我们还要保护好我们每一位同志 好 行 再见 报告 进来 周局长 小田来了 有认为 找我有事啊 来来来 坐坐 我不坐了 我还得去执行任务呢 就是执行任务的事 来 坐这儿 坐 小田 这次行动非同小可 据我了解 这周边的特务都向灵通地区涌来 考虑你是一个女同志和安全 我和柳书记我们决定 把你从侦察科调出来 为什么 这事不是已经都说清楚了吗 还有 我发过誓的 要为我哥哥报仇 就是为了你的哥哥 我们才不能再让你冒生命危险的 柳震伟 你也帮我说说啊 我也刚被他们说服啊 现在是三比零了 这不单是老桑个人的意见 组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 请你要相信组织 我们一定会把闽术为首的 这批敌特分子一枉大尽 为死去的先例们报仇 周局长 您再考虑考虑 小田 我们已经决定了 小田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别这样 你这样 我这心里边乱乱的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要是不说他们干吗 调我走啊 你听我说啊 事情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那还是什么样子 反正都是你害的 内忧外患 此刻的贾桑有些乱了阵脚 直觉告诉他 局里同意调动方小田 绝对不简单 走 想象峰 送很安全 老桑 老桑 老魏涛 不是让你别等我吃饭吗 菜都凉了 赶紧坐 有个好消息啊 要告诉你 狐狸北吧 终于露出来了 真的 上公安厅直接派人来了 那个冒牌货的末日 马上就要到了 太好了 来 咱来干一杯 老桑 祝贺你 我们终于等到了希望 对 终于等到了希望 快吃吧 我都快饿死了 赶紧吃 周局长 你把方药田 从侦察科的岗位上 调离了以后呢 她情绪有些低落 我做了她好长时间的 饲养工作 现在好一些 现在对敌斗争工作非常紧张 我们本来需要很多人手的 剑于你提出来的想法 方小田呢 又是革命烈士的亲属 为了她的安全起见 我决定给她调动了工作 希望她能理解 以前呢 我老催着你们俩结婚 现在 你们终于自己提出来了 我祝贺你们 我可是第一个祝贺你们的人啊 是啊 周局长 其实一直以来 你对我和方小田 十分地关心 这一点 我和小田真是从心里边 非常非常地感激你 但是老三啊 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由于你是副局级的公安干部 所以配偶要经过证审 得有一段时间 方小田还需要证审吗 那当然了 这是组织手续嘛 本来方小田 我们大家都是了解的 不过 这个审批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是啊 是啊 这是一个程序嘛 如果组织上审查通过了 我们结婚也放心 那你就等候佳音吧 好 周局长 谢谢你啊 别客气 那我走了 好 周局长 政治审查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借口 为什么要拖延婚期呢 难道自己暴露了 贾桑决定要把所有的路都打通 包括在敏树那边的后路 要一下机钥匙 我想与驻坝部队的首长 商量一下001大坝的防御对策 需要一些资料 麻烦你帮我等一下机 好的 发部局长 您来去吧 好 好 上部局长 好 上部局长 这是001大坝的拖址 好 谢谢啊 刘政委 拖址已经被他拿走了 刘政委 今天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毒箭已经箭在弦上了 他今天去了机钥匙 拿走了淮河大坝的工程图 机钥员说 他是要与驻坝部队的首长 商量大坝的防御对策 看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啊 这么说 敏树的命令对他起作用了 周局长 监控死心香的同志 有什么收获 我们现在完全掌握了 敏树一伙的行动踪迹 好 淮河001号大坝 一直是整个事件的中心 四七年我遵上级的密令 从军区来到柳航 就是为了这座大坝 策反106团起义 也是为了这座大坝 因此控制与反控制 保护与破坏大坝 成了我们与敌人斗争的焦点 现在他们终于要行动了 现在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贾桑他已经上交了 和方小田的结婚申请 什么 他要跟方小田结婚 丧毅中同志 请冷静一下 老周 乔悦同志电话里怎么说的 他明确表示 我们一定要稳住贾桑 不放过一个坏人 更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同志 是啊 这样 这样拖延下去 终究不是一个办法 我看能不能这样 在政审结束之后 我们以组织的名义 举办他们的婚礼 这样我们就可以稳住贾桑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也不容易让他引起怀疑 老桑 你说呢 要是这个案件顺理针破 个人得事只能放在一遍了 只有委屈方小田同志了 熊悄悄起岸 快快来了 小田儿 昨天多云倒烟有时有小雨 今天一下就变大青天了 什么喜事儿这么高兴啊 你跟我说说嘛 什么事嘛 快说呀 到底什么喜事啊 你快说嘛 我就不告诉你 你不说我都要急死 我求求你了 我到底要看你急成什么样 我送你雪花糕 怎么就用这么一点啊 知道了 不到关键时刻不用是吧 这个正所谓女魏月体扯容 我们这能约你的职友 看来好事将近啊 你再吓嚷嚷 我就真不告诉你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那也得替我保密啊 我跟老桑已经正式打报告 要结婚了 真的 那太好了 你激动什么呀 还得等郑婶通过 批复下来才行呢 嗨 那只是走过刑事罢了 小甜 这么大的事 我问了你才说 我是你的好朋友啊 你对得起我吗你 那没劈下来 你确得保密啊 祝贺你 我真心地为你高兴 你快把那个戒指给我看看 没有戒指 什么 没有戒指的求婚 你都能答应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刑事而已 你傻呀 这可不是走刑事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是假的 只有黄金 白银 珍珠 钻石才是真的 我相信老桑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对 是真的 比珍珠还真 爱情啊 要么让人成熟 要么让人犯傻 可惜你是后者 两个人在一起 精神让你契合不就行了 物质一点都不重要 你是要通往精神的作案 急进去什么吗 还是精神 错 是物质 精神和精神 永远只有平行线 精神只有跟物质 才有焦点 你不明白呀 又来了 那我不是为你好吗 你说人家没给你戒指 你就答应他 你怎么这样啊 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 听我说你听明白了吗 好 李团长 是三处军长 欢迎欢迎啊 你好 你好 好 里边请 好好好 李团长 等你们好半天了 早就盼着你们来呢 好 走 蓝领啊 你看一看这个沙盘 不错啊 团长 这个沙盘做得好看呢 确实有实战效果 这个是国民党元二十八军 遗留下来的沙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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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总军啊 嗯 跟我们详细地讲一下 好 是这样 这个呢 就是淮河001号大坝 它建于呢 民国十四年 它的底宽是二十米 最高处呢 是四十七米 每秒的进洪量呢 达到了六百立方米 它的库容量呢 达到了三十四点九亿立方米 你们的驻军位置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条铁路呢 是龙海铁路 那么这条铁路呢 是京福铁路 他们的重要性呢 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最近台湾方面呢 调动了大量的 大陆潜伏的特务 我想呢 他们是为了配合美军 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略 来破坏咱们这个001号大坝 所以刚才的那些图纸呢 你都可以拿回去进行参考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看到这个商坛 再加上你们提供的图纸 我们对大坝的保卫工作 就可以做到更缜密更周全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我领你来周局长办公室的原因 好好好 真的太好了 太感谢了 客气客气 喂 我是小郭 是 喂 师傅 桑户局长来电话 让你亲自炒几个菜 送到局长办公室 说是招待住大坝部队的首长 那他有没有说几个人 好像是一共三个人 好 我知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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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副局长 两位首长开饭了 来 来 李村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 魏友田 我们很不错的厨师长 烧了一手地道的还阳菜 别听三副局长这么夸我 其实也一般 魏师傅 别谦虚了 来 怎么样 这个菜的品味还不错吧 颜色好 来 团长 来 坐坐坐坐坐 对了 老魏啊 把这个图纸收拾一下 一会儿李团长要带走 好 来 吃吃 好 怎么样 味道 好吃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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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窑 一边 ign